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晚发生两起枪击事件 两名男子被枪杀 据法国教育部长称 仅有0.1%以上的班级 因新冠肺炎阳性病例而关闭 中国使馆发新规 自法国乘机赴华申请健康码 有哪些新变化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被称为历史性审判的巴黎2015年11月13日恐怖袭击案 今天也就是本周三正式开庭 法国内政部长吉拉德·达曼宁当天在接受 方三代和早间访谈时表示 法国近期恐怖主义威胁特别高 法国内政部长周三表示 随着11月13日审判的举行 法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骤然升高 他强调说 自今年年初以来 警方已经挫败了5次未遂袭击 吉拉德·达曼宁表示 法国近期恐怖主义威胁特别高 随着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件开庭 特别是当舆论对激进伊斯兰主义施加压力时 法国的恐袭风险更大 为此 警方已经出动签名警员确保庭审安全 达曼宁周二已经呼吁安保人员在审判期间 对敏感地区保持高度警惕 内政部长还说 自马克龙上任以来 已经挫败了36次未遂袭击 这既有极右翼 也有极左翼组织的袭击 而仅今年年初以来 情报部门就挫败了五起 周二晚上 马赛发生了两起独立的枪击事件 一起在第13区 另一起在第1区 两次枪击事件各导致一人死亡 据悉 其中一起事件与毒品交易有关 今年以来 已有15人在马赛死于枪击 上周 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到访马赛 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治安状况 而如今看来 效果并不明显 星期二晚上 是马赛的另一个暴力之夜 警方消息人士说 两名男子在马赛被枪杀 一名在市中心 另一名在北部地区 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但可以确定 两起事件之间没有联系 晚上10点30分左右 在圣查尔斯火车站附近的埃克斯门 枪声响起后 警方接到了报警 普罗旺斯报披露 在现场 一名20岁的男子被发现喉咙上有严重的枪伤 不久后死亡 另一名31岁的男子获救了 他的背部的枪伤不算太严重 警方还不掌握这两人的相关信息 一位接近此案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 这次死亡可能与毒品贩孕无关 目前已经通知司法警察 在第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几小时后 凌晨2点左右 位于马赛市北部的雷诺德住宅区 警方再次接到枪击事件的报警 一名大约25岁的男子因受伤而死亡 另一名21岁的男子也被发现在现场受到惊吓 但没有受伤 在现场发现了大约30枚炮弹 司法警察也参与了此案 案发原因尚不清楚 但可能与该市猖獗的毒品贩孕有关 如今学生们已经返回学校上课 疫情当下的新学年一直让人提心吊胆 法国教育部长给出了乐观的消息 仅有千分之一的班级 因为新冠肺炎阳性病例而关闭 但是开学才一个星期 很难说接下来的情况会怎么样 根据法国教育部的数据 法国总共有545个班级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而现在开学还不到一个星期 这是在新冠肺炎危险下的第二个学年 统计数字备受关注 接下来关于健康协议的新辩论也将进行 9月7号星期二 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 在国民议会向政府提问时说 今天在法国有545个班级关闭 这相当于法国中小学班级总数的0.1% 就目前而言 我们正在面对一个与去年类似的情况 7月2号在上一学年结束时 总共有374个班级被关闭 让米歇尔布朗凯没有说明这些封闭的班级 属于哪种类型的学校 事实上 新的健康协议在初中和高中制定了一项新的规则 如果一个学生测试结果呈阳性 未接种疫苗的接触学生必须在家里隔离 但接种疫苗的学生则不需要隔离 在小学里 一旦学生中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就会立即停课 让米歇尔布朗凯也对复课做出了积极评估 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 复课可以进行得很顺利 因为无论是在学生那儿还是老师那儿 都没有收到重大问题的报告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周二发布重要通知 更新自法国搭乘航班赴华人员申请健康码须知 通知总体要求 自法国搭乘航班赴华的中外级乘客 无论自法国直飞 还是自第三国来法中转 均需在法国指定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和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 并向中国驻法国使领馆申请绿色健康码 那么新版须知与此前版本存在哪些变化 欧视TV记者为您梳理 首先检测时间上 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均应于乘客登机前两天内在法国完成 以采样时间为准 但是不再精确到小时 如航班时间为1月3号 则取样时间最早为1月1号全天 其次自法国始发人员检测要求上 除了按照之前要求检测采样 并按要求上传相关信息之外 还特别增加了三 在法中资机构和项目拟回国人员 需在登机前进行至少21天的隔离闭环管理 自法国搭乘航班赴华的登陆船员 和临时来法出差人员 应在当地进行至少14天的隔离闭环管理 上述人员应在申请健康码时 一并上传企业出具的隔离管理承诺书 否则无法获得健康码 同时 4.对于已接种疫苗人员的定义上 完成接种疫苗所需全部针剂数量 满14天的人员视为接种人员 新版规定特别强调 应接种两针但只接种一针的 同一天内完成两剂灭活疫苗接种的 均不视为接种人员 请在完成接种14天后复华 接种完成不满14天的 即使符合双阴要求 亦不予审发健康码 再次 自法国中转复华人员要求方面 新版规定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 又特别强调 2.始发国无直飞复华航班的人员 如第一程中转地有直飞复华航班 请勿来巴黎二次中转复华 否则无法获得健康码 同时还规定 5.中转时抗体检测呈阳性 非疫苗导致的乘客 需自行返回始发国 不能继续复华行程 中转时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乘客 请严格按照机场要求隔离 待转阴后自行返回始发国 相关费用均需自理 相关人员返回始发国后 需尽快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 报告个人感染情况 并按照要求做好后续工作 6.为防止疫苗接种证明造假 以接种人员请在出发前申请健康码的同时 上传接种证明 由中国驻出发地使领馆核查后 在健康码上标注接种情况以和 否则如在戴高乐机场查出抗体阳性 不予发放健康码 请自行返回始发国 7.戴高乐机场检测报告为电子版 请在收到短信或邮件后 及时下载电子版报告并上传 避免到检测机构领取纸质版 8.为防止代检作弊 戴高乐机场和富华航空公司 实施手环身份认证制度 请在检测机构佩戴手环 登机时配合航空公司查验 如手环遭破坏不予登机 需重新检测并改迁航班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1年9月6号 阿富汗潘杰西尔 塔利班成员占领潘杰西尔古地后 开始巡逻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 穆贾希德6号宣布 阿富汗国内的战争已经结束 塔利班宣称 当天已经完全控制了 最后一个不承认塔利班的省份 潘杰西尔省 尽管反塔利班力量对此予以否认 但有视频显示 塔利班已经在潘杰西尔省省长办公楼前 举行了升旗仪式 当地时间2021年9月7号 日本东京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接受采访 据报道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正在考虑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 转而支持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当选 他有意推动河野太郎 帮助自己落实重要政策 但石破茂亲自参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其参选与否将取决于河野太郎的表态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计划于10月4号召开议会选举新首相 当地时间2021年9月6号 一名孔带政府官员在几内亚政变军队护送下 进入科纳克里人民宫 几内亚政变军人6号称将组建民族团结政府 以推动政权平稳过渡 几内亚政变军队领导人马马迪敦布亚 当天在首都科纳克里人民宫 与孔带政府的总理部长举行会谈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视TV网站 以及关注欧视TV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